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吗 仙子报答救命之恩的方式还真是有趣啊 刚才仙子就在本座身子了 若非本座阻止 仙子想干什么呀 小 小仙 小仙想 你以为你是谁呀 敢在本座身前放肆 仙君饶命 仙君饶命 小仙冤我 小仙不过是看仙君心单隐之 孤单寂寞 所以小仙想为仙君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 才会想要为仙君签订一份美满的姻缘 至于刚刚为何差点触碰到仙君的神言 是因为小仙觉得仙君有些熟悉 有些久别重逢的感觉 熟悉 站起来 给本座把头抬起来 终于找到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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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仙 签订本座情愿 亡顾天归 亵渎神威 转本座的话 因缘阁 拆了 因缘阁 绝对不能会在我手里 若是完成了神君的交代 立下了功劳 不知能否留因缘阁一条身路 不管了 拼了 不知能否则天归 宣约 我